你喜歡吃炸的,我帶了一些超派雞排來 所以你現在是要來實驗一下這個東西狗吃不吃 我先問你,這個出油正常嗎? 嗯,這個東西狗不吃,你妹妹要吃 讓我們掌聲歡迎神秘嘉賓 超派雞排,超哥! 後面夜秀,讚啦! 你們要拳套嗎?我那邊其實有一些 會不會今天打的比全上還厲害很多 那必須的啊,畢竟比較討厭你嘛,是不是 你喜歡吃炸的,我帶了一些超派雞排來 所以你現在是要來實驗一下這個東西狗吃不吃是嗎? 我來,我來,我來 應該很久沒吃了吧 是有一段時間 畢竟是狗嘛,對不對 我先問你,這個出油正常嗎? 嗯,這個東西狗不吃,你妹妹要吃 可以啦 人吃啦好,人吃狗不吃 我這樣問好了 鍾培生,館長,超哥 這三位喜歡的排序 最喜歡的話 我覺得 館長反而是最喜歡的,說實話 館長至少就是 他也白手起家 他只是很有自己那一套 他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也覺得自己是對的 所以才會吵那麼久嘛 對 鍾培生就是憨憨的啊 他超派 就是有一種 徹頭徹尾是一個土王帝的那種感覺 就是沒什麼文化的感覺,你懂嗎 這三位排序是 館長 鍾培生 超派 沒錯 讓我們掌聲歡迎神秘嘉賓 超派雞排 超哥 做什麼 少派雞排 超派雞排 超派雞排 讚啦 你剛剛拿椅子出來 我以為是要來砸人的 啊你往外丟的什麼意思 那是我今天下午才去看守所借出來的椅子 很希望 是希望他可以提早習慣一下 看守所的椅子 我想打斷一下可以嗎 可以 就是 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超哥會來的 驚喜嗎 但是我想表達的是 超哥其實從 從這個 倒遊事件之後 其實我真的非常喜歡你 也很支持你 我已經有點像是變成你的小粉絲 你帶我們認識了很多這個社會頂流 你剛剛不是這樣說的啊 沒有那個是 我是跟著本在念的 對就是他們寫的本 所以他們這邊都是這樣 到底剛剛是脫稿演出還是現在是脫稿演出 現在是脫稿演出剛剛是跟著搞念的 那為了證明我是超哥的粉絲 其實我本來在來之前就準備了一份超哥的商品 要送給主持人 真的 那同時 現場800位觀眾也不用擔心 你們也有一份大禮 你們的禮物是600萬的 新台幣 怎麼可能 我先送主持人禮物 600萬嗎 沒有沒有你的當然沒有 這個呢就是我從超哥啊 這個電商網站上面買的一隻雪茄 他是富豪型 那接下來大家就輪到你們的禮物了 那這隻剛剛提到就是從超派的這個 電商網站上面買的了 那為什麼大家會有600萬呢 現在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拿起你們的手機 先輸入 0800531 531 因為超哥呢 大概率已經違反了這個 煙害防治條例的第八條 第十二條 還有第十七條 你打這電話過去呢 最高檢舉的金額啊 很有可能高達600萬元 我跟大家講更好的發財方法 檢舉大麻有800萬獎金 我原本想像今天是個大和解啊 但沒想到仿下來 好像也還好 你們現在對彼此到底是什麼樣的情緒 前面就表達啦 沒有 你前面表達跟後面的表達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不一樣耶 大家都看得出來吧 我說我很敬佩這個超哥啊 也很喜歡他啊 所以你看我準備你的禮物 還是從超哥電商網站在那邊買的 騎到發抖 靠在哪一圈 所以你是喜歡 我是用行動證明了 OK 喜歡加勤佩 沒錯 那超哥呢 我愛死他了 你們要拳套嗎 我那邊其實有一些 你會不會今天打得比拳上還厲害很多 那必須的啊 畢竟比較討厭你嘛 是不是 各位觀眾 謝謝超哥 謝謝超哥